大家好 我是老马 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ChatGPT 封号相关的一些事情 因为大约在4月1号左右的时候 OpenAI官方停用了很多的这个ChatGPT的账号 就是这样一个提示 账号停用 如果您需要帮助 请通过帮助中心与我们联系 那如果你遇到这个提示 那就说明你的账号被停用了 你呢 也不要去想着说去通过这个帮助中心 去申请恢复了 那百分之百 我们去申诉的话 肯定也是申诉不了的 不会给你恢复 因为呢 你本身的 对吧 咱们的这个地区 就是不被允许使用的 它这个提示呢 在我们刚注册的时候 官方就已经提示了 是吧 您的国家地区不合用 咱们呢 是使用了一些这个科学上网的方法 来注册使用ChatGPT的 而且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的这个IP啊 那肯定也不是美国住宅IP的绝大部分人 应该来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吧 都是用了这个VPN的这个节点 其实呢 不仅是我们国家 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也相继建用了ChatGPT 这个是Openair的这个官方页面 支持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有很多的国家是不在它的这个支持列表里面的 我们呢也可以搜索一下 看看哪些国家禁用了ChatGPT 3月31号意大利对ChatGPT下了封杀令 我们这边点一个看一下啊 点这个 意大利指责人工智能 忽视安装 防止未成年人使用服务 和非法收集个人数据的功能 这个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是吧 德国也考虑禁止 和我们国家跟进 那也就是说啊 大家遇到的在4月1号左右的 这个大批量停号的这个情况 可能就跟这个有关了 那么有人要问了 既然这个Openair已经禁止了很多国家使用 而且很多的国家也禁用了ChatGPT 那我们还要不要用了呢 我们在使用ChatGPT的时候 会不会泄露自己的数据隐私呢 这个老马的观点是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要用 我说句不好听的 这个你自己的个人隐私值几个钱啊 再说的严重一点 是吧 你哪有什么个人隐私啊 而且这个Openair是否会收集你的这个个人隐私 这还是个问号 这些所谓的隐患 跟ChatGPT能提供的价值来比 那根本就不算个事情 老马自己的这个ChatGPT账号啊 一直是在正常使用的 今天是4月12号 老马的ChatGPTPlus到期了 我还给他叙了个费 在这里啊 是吧 4月12号 Plus 好了 那费话不多说了 老马就说说 我们在使用ChatGPT的时候 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先一点 就是这个API 最近的话呢 就不要去再去介入第三方了 不要滥用API 就像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比如说什么 把这个ChatGPT直接接入到微信里面 或者呢 去买一个服务器 直接接入到服务器 然后呢 再给浏览器安装一个插件 然后就说 可以不再翻墙 就不需要翻墙 就可以使用这个ChatGPT 这个怎么说呢 理论上来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个服务器的IP呢 也是固定的 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从人为判定的 这个标准上来说 它可以说 你不符合一个普通用户的 使用习惯或使用情况 我们也知道 很多的这个团体 把ChatGPT 接入到服务器 做一个这个供养账号 来收费盈利 那这个明显就是说 就符合了这个 滥用API的这个情况了 所以这个我们 尽量不要去做 还有这个IP地区限制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节点选择 不要去选择 这些地区限制的国家 我们选择 ChatGPT支持的国家 在这里 通常来说 我们就使用美国 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因为呢 有很多的国家比较奇怪 说这个英国 还有意大利 就是单向禁止了ChatGPT 就是说 OpenAI是允许一些国家 使用ChatGPT的 比如像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是吧 那我们刚才看到 意大利是第一个 禁用ChatGPT的国家 就很奇怪 所以我们 直接就避开 这些国家的节点 直接用美国 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说 哪些国家 什么什么好用不好用的 直接用美国就可以了 下一个就是频繁切换IP 就是说你的IP 尽量固定使用一个 最好呢 是自己购买服务器 去搭建一个 如果实在没有 那就找一个稳定一些的这个梯子 不要频繁的切换IP 对吧 你一小时切了10次这个IP地址 那你这就是异常使用行为 那么如果说你只使用一个IP 是不是就能保证不被封了呢 也不一定 大家知道一个机场的节点 是有很多人在同时使用的 那这个的话呢 都还算是小问题 那尤其是一些这个IP啊 被拿来使用大批量的批量注册 这个ChatGPT的账号 老马认为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可能也是账号被封的主要原因 很多的朋友呢 就因为自身不会注册 或者不会充值plus而选择去购买这个成品账号 然后呢 很多人账号被判定异常 这个卖家还跑路了 那就很恶心 这样的卖家真的是丧良心 一点不负责任 最起码的诚信建议都没有 确实是毫无道德 令人作愕 所以大家如果实在自己没有办法充值 想去购买这个成品账号 那一定要找一家相对爱言 信得过的 诚信的卖家来购买ChatGPT 除了问题呢 对吧 最起码还有一个保障 这就是这个IP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浏览器的问题 我们在使用浏览器的时候啊 尽量不要去安装那些奇奇怪怪的插件 如果实在要装呢 你怎么也得找一些有大公司背书的插件 你像老马自己的浏览器 常用的插件的话就一个 就这个标签页 其他的话平时基本上就不开启 都是关闭着的啊 你比如像这个 这个插件 此扩展程序违反了 Chrome商店的政策 这种插件就是我说的那种有问题的插件 大致呢就这些 这就是浏览器的插件 尤其是这个 ChatGPT的扩展插件 大家尽量少用 总的来说呢 就这些东西吧 那你要说有什么方法能确保百分之百 是吧 不被停用 或者是其他问题 现在呢 谁也不敢保证说有什么技术 能够保证不停号 老马只能说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 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使用 是吧 不要去搞那些 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方式方法 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 打开这个浏览器无痕模式 然后登录上去 输入账号输入密码 对吧 老马认为 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先不说你这样每天登录的话 还比较麻烦 对吧 每次都要输入账号密码 很麻烦 而且呢 可能也并不能说能确保账号不被封 不符合 ChatGPT普通使用用户的这个标准 而且来说的话 你像今天是4月12号 之前呢 OpenAI大规模的这个封号也已经过去了 之后 他的这个 判定封号的这个红线 应该不会再这么低了 是吧 这个毕竟他们也要赚钱嘛 我们呢就正常使用 还是那句话 作为一个普通的使用者 正常的使用ChatGPT就可以了 IP呢 不要频繁切换 这样就行了 也不需要去因为某些国家 他们禁用了这个ChatGPT 而且散布了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什么 侵犯个人隐私啊 立案调查呀 这些 罗马个人认为是 没必要去太在意这个东西的 不是说不在意这个个人隐私啊 就是说不需要去太在意这些消息 不能说你说这个ChatGPT不好用 我就不用了 那ChatGPT好不好用 怎么说呢 用过的人都知道 只能这么说 不管你的使用阶段是低端 中端还是高端 也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 它确实非常的好用 用过的都知道 我们反过来一想 很多的国家禁用了ChatGPT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如果大家人人都能用 那用的人呢就没有优势了 大家都有嘛 只有在你没有 我有 对吧 这种情况下 这个ChatGPT的价值啊 才能进一步的体现出来 行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吧 也是最近很多的人在问我 说这个ChatGPT封号啊 怎么样怎么样 问的人太多了 这里呢就简单跟大家说两句 也是考虑到自己这个油管频道上 就快半个月没有发视频了 是吧 再不发视频 待会这个YouTube会判定老马是一个 呃不能持续创造有价值内容的人 然后呢 呃给我的频道做一些限制 那老马就发个视频 呵呵 那就这样 那行了就先这样吧 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支持一下老马 也可以加入我的交流群 群里呢有很多小伙伴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相互分享自己的知识 那就这样 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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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